新型的F-16CD型战机 这个时候 这个之际 台湾居然传出一个消息说 马英九政府要因为资金的问题 美方要求延缓付款和交货 有关于新一批的军售 那这样的消息不晓得是传闻呢 还是说真有歧视 那这又透露出马英九政府在美台对台军售 还有两岸关系上面的一些什么样的思维呢 孟所长 我想的有关于最近的一些延迟的 那么交付或是购款 买败军售的一个问题 我想基本上这种就是一种传闻 因为基本上我们没有了解到说 这个从2008年以来 马政府上台之后强调两岸优先 那么强调要外交修兵 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 那么对美的军事采购 因为涉及到主权 涉及到国防 那么当然就会影响到 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走向了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这几年来 我们的台湾的一个国防预算 那么基本上都没有办法达到 这个GNP的3% 都在2.7%左右 那么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因为从这几年来的角度来看 我们开始推广这个moving制 那么这个需要庞大的裁员 那么另外整个这个台湾 面临整个国际金融崩暴的影响 那么经济发展也受到一些冲击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自然而然会影响到 整体国防预算的一个自备问题 那么当然这几年来 马中总也强调 国防是台湾的一个国家安全的主要象征 所以决定要强调国防的必要性 所以我们一直在争取跟美国购买先进的武器 比如说裁电潜舰 比如说这个F16CD先进的战机 但是美国基本上也会考虑到说 因为两岸那么这么 这几年来的一个发展过程 那么会不会因而影响到两岸关系的走向 所以在这种思考底下 当然对美的军事的采购 当然会有一些延迟 不过我们的国防部 在这种状况底下 一直在不断的跟美国要求 能够提供武器给台湾 但是也是因为 目前美中的一个军事交流关系 那么呈现另外一种新的发展 那么自然而然的 也会影响到欧巴马政府 对台的武器的供应 因为它要考虑到说 避免刺激美中的新的军事交流关系 开始 那么又何况这次的 这个中共的总参谋长 陈彼得在美国也提到非常清楚 这个所谓的美国对台军售 是一个影响美中关系的要素 所以这点当然也是非常公开的 提出这样的想法 那自然而然会让美国白宫 会考虑到说对台军售 是否要再进行 我想这次最重要的考量 好的 谢谢翁所长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台北的谢女士 您好 您在线上了 请说 台北的谢女士听得到我们吗 那讯号可能不太好 希望台北的谢女士 给我们再回播回来 河南的罗先生 您在线上了 请讲 你好 楼先生请说 你好 第一 我认为是 因为是中国 经理的日历强大 它不应该是 应该逐步改善国内的政治环境 进行改善民族进程 改善人权状况 不用无力对台湾进行威慑 好的 谢谢罗先生的评论 不好意思让您讲到这 我们今天线上听众挺多的 尽量简短发言好吗 台北的陈先生 您是下一位 陈先生请说 喂 台北陈先生请讲 喂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喂 请讲 陈先生你在线上了 过去的那种方式已经过时了 应该是加强两岸 加强两岸军事互信的机制才对啊 这样我们的军贡金融 就会拉低了嘛 你不觉得在南沙群岛问题 我们两岸合作的很愉快吗 对不对 然后如果对钓鱼台方面的话 我们如果两岸可以配合合作的话 那钓鱼台的事情也可以圆满解决啊 好的 谢谢 所以我觉得对军贡不是唯一的办法 嗯 谢谢陈先生的评论 下一位是湖南的杨先生 湖南的杨先生您好 请讲 OK 试试看湖南张先生是否在线上 湖南的张先生请说 喂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喂 东林好啊 台北的博弈好 长寿兄好啊 你好 今天晚上机会难得啊 关于这个陈炳德将军啊 这个到美国访问啊 我对陈炳德将军发表的这些言论呢 我是也颇得微词 最近我在我的博客上发了一篇文章 现在在各大网站在转载啊 就是陈炳德将军访美啊 应该多一点霸气 少一点哀怨 是吧 这个中美这个军事实力的对比啊 你像这个50年代的时候 抗美援朝的时候 那个军力起码相差50年 至少打成了个平手 那么到了现在呢 中国的国力和军力呢 在不断的发展 是吧 关于这个现在美国呢 拿这个台湾呢 作为千知大陆这个崛起的一张牌 这个牌究竟能打得多久呢 我认为打的时间不会很久 好的 最近呢 这个美国的一些学者啊 和前任官员啊 都提出了检讨对台关系法 刚才翁教授讲啊 毛伦先生这是口误啊 也不要自欺欺人 美国是个最现实的国家 当利益消长的时候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么台湾是做 会不会做牺牲品 还很难说 好的 无奈张先生明白你的意思了 谢谢张先生来电 台北的刘先生您好 请说 台北刘先生 您在线上 这样 喂 那中国跟大陆这样谈啊 不一定会有结果 干脆是美中台三方 大家一起一起来谈啊 或许大家明的要什么 或按的要什么 大家来谈一谈 这样比比比比较有有结果 那当然美国可以卖武器给我们台湾 那美国也可以卖武器给大陆 那假如大陆愿意的话 我们台湾台湾也可以跟那个美国买武器 这样对不对 那因为假如是说美国一样搞冷战 跟中国大陆对抗的话 美国这样财政知识啊 那个贸易知识这样不好 对那美国国内经济各方也也不好 这是我的用箱啊 好谢谢 好的谢谢刘先生 我们刚才谢小姐给我们打回来了 台北的谢小姐请讲 台北的谢女士还在我们线上吗 台北的谢女士请说 听到请说 好像听到她 OK好我们试试看河北的钢先生好了 钢先生您好请讲 喂 喂请说 我跟赞成林长盛先生的那个观点 就是说大陆跟美国关系好了 对台湾就有好处 大陆跟美国关系不好 对台湾也没什么好处 相对来说就是说 台湾跟这个大陆两岸关系好了 对美国有好处 如果两岸关系要不好 对美国的海外好处也不多 好的谢谢河北的康先生 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博弈来接下来主持这一轮的讨论 也请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们 耐心等待 稍后我们还有第三波的接听电话 博弈 谢谢东宁 那么刚刚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对于美中台关系都有很多的看法跟问题 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汪明贤汪教授 就是刚刚有一个听众台北的陈先生提到 说其实应该建立这个两岸的军事互信的机制 事实上在这个当初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就已经不断的在提这个事情了 那但是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 马总统的上台之后呢 也是积极的希望就是说 来这个减缓两岸的紧张的情势 那么有一些人觉得说 是以这个比方说任何的国际的关系 或者是两岸的问题呢 以政治或者是这种会谈的手法呢 比这种军事要来的好一点 像刚刚这个陈先生提的 不过也有人觉得说 中国大陆毕竟跟我们是这个敌对方 如果说走得太近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 有一天就对他的戒心会减少 那究竟在这两种看法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来取责 您觉得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当然从2008年以来 两岸关系发展得非常快速了 那两岸的一个经济交流来往 也非常的密切 那自然会让人家感觉到说 那么在这种观望体下 会不会让中国大陆对台 采取一种已经触统 这样的一个政策作为 所以马总统才会强调说 不管两岸关系的发展如何 那么我们的国防 代表我们的国家主权 我们还是非常要重视 所以我们加强国防的一个建设 那这是他一贯的一个思讨 但是对于两岸的一个 军事物性的问题 那么马总统在2008年 到这个2010年左右 这期间事实上他一直在强调 中共或是中国大陆 如果不放弃对台动武 或是不撤出对台的这个推断部署的话 那两岸基本上就没有所谓的一个军事 这个互信 或是政治协议的一个谈判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这是一个理由 那么另外一个理由 当然也因为涉及到两岸 到了明年2012年会有这个总统大选 那么这个因素自然也会引起 整个未来选举的一个选票的考量 所以马总统对这个问题的处理 也相当的谨慎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这个两岸的一个军事互信 基本上是应该去做的 因为军事互信是一种 避免两岸敌对双方的误信误判 那么避免双方的一个现象 那么既然美中有军事交流的关系 那么进行军事互信的话 那么所谓的两岸也应该有这样一个作为 那最重要的是从这个角度当中 才能够强化台湾跟美国跟中国 三边之间的一个互信交流的关系 那么如果能够在军事上有所突破的话 那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 那么目前的一个思考之点是在于说 因为美台关系的一个主軸在于 这个美国对他的一个军售 如果今天我们不跟美国摆军售的话 那美国会认为说你不强调 跟这个美国之间的关系 那美国也无从透过台湾关系法 来强化跟台湾的一个安全成本的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跟美国又蛮有武器 那么在两岸关系上面 那么中国又认为说美国 透过这个对台武器来干涉台湾内地震 但是如果我们又没有美国的这个武器的话 那么又会让这个台湾某些人认为说 这个两岸关系的发展最后终究也陷入 中共已经驻动 所以在这种相互矛盾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两岸关系要有所突破 事实上要注意更多的一个国际因素 那么对于这种军事交流互信的话 我想我们应该做好准备 就如同在2000年到2008年之间 事实上民进党执政时期 他已经做好准备要来谈 但是中共认为 那个当时的执政党民进党不遵守 不接受所谓的九欧共识 所以无从谈起 那么现在这个执政的国民党 同意九欧共识 但是他对两岸的军事互信 那么他就却采取一种持续的态度 那么事实上还是有一种内政的考量 那我想从一个执政角度来看的话 明年面临这样一个总统大选 对他来讲 那么如果能够安然过关的时候 那么可能又可能在他的第二任 再来谈论到军事互信 或是两岸政治协议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向过程当中 那么是一个可能的想象 但是因为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 那么变数非常多 那么很难能够想到未来哪个党能够执政 不过两个总体的一个发展 还是必须要考量到这个国际关系 对台湾对美国东国关系的一个冲击 是好的 谢谢温明贤温所长 那么继续请教在华府的林长盛教授 就是我们之前在谈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都会谈到这个美中台 就是一个三边的三角的关系来谈 但是刚刚也有听众提到 就是说事实上在实际进行这个互动的时候 都是双边可能是台美美中或者是两岸来进行互动 那么有听众就提出说 为什么不就是三方都好好的坐下来谈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想法 想听听一下您的看法 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核子动力前见呢 那么即将要停靠香港 那么中国大陆方面也准许了 先前我们注意到大陆也曾经否决过 那么这个让这个美国也非常的惊讶 那么您觉得说任何这种军事交流上的一些风吹草动呢 它代表的意义呢要如何的来解释 也请这个林长盛先生为大家来这个分析一下 我觉得现在呢就说台海问题呢 就是说实际上就牵涉到三方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呢 说要三方坐在一块谈呢 在外交的政治上却是限制性并不大 因为啥呢 因为中国呢认为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呢 中国不会容许就是说呢 中国和美国谈台湾问题 然后台湾也作为单独的一方坐在这个地方 那么底下的交流是可能坐在 但是你要说真正坐在坐上 作为台湾作为一方来谈 这可能性并不大 另外一个我还想就说继续谈一下 就刚才温所长所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呢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台湾的安全 那么在过去到现在呢 基本是两个现在提出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我们多买一些武器 加强台湾的这个国防建设来对抗 另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提你一个提法 就是加强两岸的互互信 军事上互互信 那么我们必须要看到就这两个方法呢 其实也是要根据一个形式的变化 有所不同 就是说呢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台湾呢至少在空海两方面的军力比大陆强 所以那时候台湾增强这个军事力量 确实具有的就是说能够在军上来防止大陆 这么一个可行性 但是呢近年来也就是说到二十一世纪 尤其最近几年来 那么随着大陆经济增长 整个台海的这个军事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就是这会儿你台湾 你就算花很多钱再买很多的武器装备 你要想再重建说台湾在海空方面 对大陆的优势已经不可能了 这会儿呢 所以这个问题就出现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 那么而且呢 如果现在台湾现在一天大晚 如果跟美方求是要买各种武器 其实对美方其实也很困难 因为来讲呢 如果说美国不卖给台湾武器 那等于说就有一种放弃台湾的这么一种情况出现 但是如果卖给台湾武器 那么大陆这边反对很厉害 又会冲击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关系 那更重要的意思 就是说呢 美国卖给台湾武器 到底能不能起到维护台湾的安全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看来 由于两岸这个军事形式发生重大变化 其实就是现在卖给台湾一些武器装备 我个人认为也不会对台海的军事形式发生一些改变 所以说这个美国核潜艇访问香港呢 我们看最近呢 不仅说这个核潜艇 美国核潜艇 而且美航母舰也到香港访问 这跟这个陈炳德访问美国 其实都是相连的 这也说呢 中美军事关系 老有个波动 一会高潮一会低潮 那么现在开始走向了高潮 而走向高潮呢 那么中国对待美国军舰 提出来到香港访问 这个门开得很大 你要想来就来 如果说一到地潮 那就关键比较紧 就这么情况 是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那么继续再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 我们现场还有很多听众 也提醒大家尽量的简短发言 台北的王先生您好 请讲 台北的王先生 喂 那个 喂 喂 请讲王先生您在线上了 那个所谓经过 主要就是因为台湾没有钱 现在每年赤字四千多亿 那美国对台湾的要求说 你不可以把大部分的预算都花在金背上 你这个预算的分配要合理分配 所以才没有办法再付钱 不是说买一九不要买 他很想买 可是就没有钱嘛 好的 谢谢王先生 下一位是山西的郭先生 郭先生您好 请讲 您好 我要说的有三点 第一点 请尽量简短 首先我要说 我是一个中华民国的支持者 在我二十岁以后 知道很多事情以后 我的国籍 便是江天白日满屁红 从那时期 我就分外地关注台湾 当然 在这之前呢 我也十分关注 不过那时的脑子里想的 都是一些打打杀杀 不是填海的愚蠢的一些想法 现在想起来很是可悲 当然更可悲的 同样的事情 在我身边的女人身上 同样的还在上演 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像我一样的 见点清醒 好的 谢谢山西的 知道那边蒙地了的历史的真相 郭先生 谢谢您 蔡英卫是台北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主持人 跟来宾大家好 喂 请讲黄先生 主持人 那个来宾还有 所有在听收音机看电视的 朋友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各位 到底是谁来 就是分裂中华民国的国徒 那台湾现在 不只是要统一中国 还要就是跟已经 跟114个国家 已经免签 拿着护照都可以跑 跑遍了 那我们是尽量用这种方式 去统一全世界 你们能吗 好的谢谢 如果你们要的话 我很高兴 希望你们也这样做 谢谢黄先生 下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请说 嘉宾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 最近 中国大陆 一直在叫嚣着 大国解体 就是说 它大国解体的目的是什么 共产党这个专制政权 就是说 它解体以后 才要对世界做事 是不是会犯 像希特勒一样的 那个罪恶 这是一 第二一个呢 我就是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解放军呢 基本上就是 一帮乌合之众 地主武装 因为它的首要任务呢 是保卫 所谓的开放成果 如果中国爆发 像利比亚 现在这种 莫里花革命的话呢 出现了解放军 屠杀平民 国际社会会怎么做 我的问题完了 谢谢 好的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 下一位是台 对不起 是广西的蓝先生 蓝先生您好 请讲 喂 请说 是你 好 我是 普通 无民 我看到的 形式 是这样 你们台湾的人民 放心 不要怕 他们 共产党 现在都是 很腐败 也不会 去 用什么 就是原始大案 对着你们 你们也不要 可怕 好的 谢谢蓝先生 带我们打电话来 下一位是湖南的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 请讲 第一个 这个台湾选整整 要选一个好整整 不要选金水别 那个整整 中国共产党 他是交班 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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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来说 要为人民服务 就是好官 如果为人民贪污的话 你们是好官 一民 吸天下 一民 对天下 就是这样的 我也谢谢你 范小姐 好的 也谢谢您 台中的姚先生 您是下一位 请讲 让赵地向大家问候 我简单的说一下 一 大天地 降火 人人 要为万事 开太平 二 二十一世纪 是太平洋的世纪 中美合作 是多影的 这个保证 第三点 军队的竞赛 和双边的冷战 已经是落伍了 已经不符合 时代的预计 谢谢姚先生 上海的 殷先生您好 请讲 我想说一说 这个中共这个政府 它是对抗全世界这个普世价值的 为什么美国政府 现在对中共 这个共产党是这么重用它 我也想告诉台湾人民 如果你们对中共有这个军事复兴的话 什么政治复兴的话 我想你们不要再做这个梦 你们唯有和美国搞好关系 依靠美国 因为美国是维护全世界和平的力量 好的 谢谢上海英先生 最后一位台北陈先生 请你尽量的一两句话 发表你的评论 陈先生 好 大家 把握时间简单 就是请问台北的来 公所长来宾 最近好像台湾有不少的学者 还可以将你联合 那个撰写一个车子 就是建议政府和那个不摒弃那个飞机对飞机 大炮对大炮思维 就是改采那个强化不对称战力 好的 谢谢陈先生 感谢您那么时间 这样最后两分钟 想请两位来宾各一分钟时间做个简单总结 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林长生博士 我想这次陈炳德来美国访问 对中美军事关系重新地往上方走 这个促进很大 而且看来这次访问 双方收获也是不小的 那么在今后一段时间 双方在军事方面的互动会要增多 这样也会促进双方的其他的关系一些前进 但是从这次访问来看 就是说中美军事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 现在好像仍然没有解决的迹象 所以我尤其中方提出三大障碍 那么看来这个问题 大概是将来只能慢慢看了 就是说眼前的解决可能性很小 好的 台北的翁明显所长 最后一分钟 我想这次中共解放军 总装部长防美之行 主要是一个政治战略的考量 那么他是要提出来 要美国了解到说 美国对台军售 将是影响美中军事交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变相 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 那么美台的一个军事交流关系 那么这个政治进行 也会影响到美中的军事交流 所以在这种逻辑思考辩论底下 那么两岸的军事交流跟户籍关系 那么是否也应该启动 我想这次也是他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 因为他提到导弹没有部署对整台湾 但是我们都认为导弹的部署 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事实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那两岸是不是有必要就这个议题来讨论 那换言之 中共对台的这个敌意 中共不发尽武力翻的这样的示威 如果没有改变之前 那么两岸很难有进一步 这样进行两岸军事附近的考量 但是如果中共改变这样的思维的话 那么两岸的军事互信 那么又有可能启动 谢谢 好的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 收听收看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 特别是谢谢透过中网新闻网 来收听收看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次感谢华盛顿资深军事评论员 林长盛博士 还有在台北的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翁明贤博士 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 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呢 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 听众观众朋友 如果您对两岸关系 或海峡论坛节目 有任何的看法或建议 也欢迎您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是 us新闻at gmail.com 也提醒您经常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朋友 如果没有办法直接登入的话呢 您可以通过qianlima88.info 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别忘了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